好 继续那你看到 泵林镇抬九线南下车道 在26号上午是发生了一起交通续故 一部由增性长者驾驶的自小客车 在十字路口处横越抬九线 前往路口对面加油站 那么在南下车道 与由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 发生了侧状造成了车辆翻车 由于车库的地点是在加油站的前面 消防人员是不敢的大意 家派多部的消防车辆在一旁警戒待命 一辆自小客车翻覆侧倒 副驾驶座车门严重凹陷变形 目击民众看到车内 还有一名驾驶男子 不断想要从车内爬出 经消防人员协助将商者救出 顺利送医 经查系正系龙驾驶自小客车 由路口驶出欲穿越台九线时 与无姓男子沿台九线北往南行驶之 自小客车发生车状 造成真姓老翁的自小客车侧翻 索性两人仅多处擦伤并无大碍 经查两人均有合格驾照 无酒驾行事 呼吁驾驶人驾车行进入口 应减速慢行 注意来车并互相离让 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行进入口 注意往来的车辆并离让通行 行驶台九线应注意 切勿超速行驶 却是依照交通标志 标线耗置 指示小心驾驶 提醒驾驶人上车第一件事 就是为自己以及家人系上安全带 保护自己 一路平安回家 记者凌桀 凤丁郑采采访和大航 感谢观看